你 老板有什么吩咐啊 在家里要叫老公 说过多少遍了 老公有什么吩咐啊 干什么去啊 我找林小雅 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给我看一下 特别感谢 莫子欣 因为莫学长有帮我做这个企划案 所以我感谢一下他 有问题吗 学得不错 借我学习一下 啊 啊什么啊 去帮我放洗澡水 没看见松妈在忙 我去吗 好了我要洗澡了 也可以出去了 老板 喜欢 尹思诚 不但这样的 我说尹思诚 你做人不能太绝 尹思诚 尹思诚 我打开了 你死尹 你故意的吧 我企划案怎么办 我再赔你个新的不就好 我 你别动 别动 你 转过去 谁要看 你可以让莫子欣再替你做一份 反正他都已经做过了 轻车熟路 行 我现在赶紧让他帮我做一份 站住 我利用月月时间也做了一份你的规划 看看吧 你 这个得做很长时间吧 都说了随便做做的 怎么样 这一次 准备怎么感谢我 iPad是不是有云备份工呢 我说不定能找回来呢 谢谢你 不用了 你真不准备用我的 给你免费 不收钱 我是觉得自己的店 还是要用自己的企划案比较好 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那 我能上你的特别感谢名单吗 你把我的企划案弄坏了 你又帮我做了一份 你这只能算是将功补过 不过我在心里感谢你 顾兮兮 我就是女性魅力吗 我顾兮兮怕你不成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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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帮你脱西服 我自己来 都是我应该做的 累了吧 休息一下 做证据你不惹吗 思辰 如果人家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要跟人家说 人家会改 酷熙熙 你是不是病了 你猜 猜 猜 思辰 人家今天吃了好多好多的榴莲哦 现在不怕血腾高了 不怕不怕人家跑跑步就好了 跑步 别跑运了进头家门就行 就你这样还跑步 完了完了完了 他还是看见我 思辰 坐下 累了一天了吧 熙熙给你按摩哦 顾熙熙 她不会是喜欢我了吧 她怎么还没反应 难道 不行不行 这绝对不可以 我们只是合约结婚 合约结束就要各奔东西 对 和我说 我用了一天 什么做得不错的地方 你也要原谅我 你以后 我保证不犯任何错误 尽致尽责地扮演好你的尹太太 按照我们的合约旅行 就不要扣我的违约金了吧 顾兮兮 你唯一的职责就是和我保持距离 也麻烦你保持清醒的自我认知 不要异想天开 如果你有别的想法 请你立即停止 因为她是我的青梅竹马 你吃醋了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她是你的青梅竹马 我看到你们成装入队 我就悲愤交加 你就不要让我去受这个气啊 不行 这么好一个证明我们夫妻和慕 家庭幸福的计划 我可不想让你错过 嗯 你 你不要不识好人心 西薇开的是什么类型的工作室 时尚自媒体 我知道了 她开的时尚公众号 所以请的人都是时尚媒体 或者是设计师 我这次去的话 不仅可以结识到更广的人脉 还可以推广我的品牌 简直是一举两得对不对 朱脑子终于在心 谢谢你 还没报够 我刚刚是在算你这个体型 大概需要多少布料 这次你的礼服就交给我吧 你到底要干什么 脱衣服 不是古志西 我们 脱 脱